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其手禮諸佛 啟法禮九聖 經驗啤禮法 領正法九祖 善復以口言 自定其志意 生莫做諸佛 此三頁道景 能得如是行 始大先允道 西言發起 第九頁的二面 我們昨天晚上看到 講到三房補雀 補雀 那裏返光九代 然後接下去 今以亡古畏論之志 既為所補 就是所謂補的是什麼 古人沒有講到 所補 超中所引文 文意 理力 視為能補 什麼是所補 補的就是 古人未論到的事情去補 那麼 引其他的文 一些條例來補充說明 就能補 問補雀以下文意 絕通 為意為同 就是下面有個絕 在超文當中 它有些定不下來好幾段文 那麼如何絕通 那麼補雀與絕通有什麼不一樣 那麼叫做絕通 大家說 絕通通先有 所謂絕通原先有 只是說明如何會通而已 就是絕通 補雀局原無 所謂補雀 雀就是原先沒有的 這樣很明顯的區別 一如絕中第五門說 就是下面列十門當中 第五門會講到這個問題 下面問 隨機結魔營 栗戰長雀 亦有宜補 其非補律 那說 山也不是山栗 也不是山書 那麼補是不是補律呢 因為結末書裡面有講到 律文有長缺 毅理不圓滿呢 那是不是有補律的意思呢 下面他說 正由律缺 形式不周 故隱文 約立 補筆結魔 那麼就是說 隱文來補形式 形式不周的地方呢 不能夠 不知道怎麼做 只是提一下而已 所以說隱文來補啊 讓形式更加圓滿 補筆結魔 至如律文 乃前智卻何嘗補之呢 其實補字是隱文 有些不了 作為一些說明而已 那麼律文本身不了 怎麼去補它呢 所以就不能這樣講 來問呢 輕重以云 三補舊瞻 宙世操 準此三補不在一栗 如何不許三補章書呢 那麼旅文不能說三補 里面讲的一些章书 壮主的行钞 这个四钞 所补的律 那为什么不是补章句呢 旧人有这样一简 叫章书就是旧解 过去一些其他的古德 所解的就是章书 所山所补多处旧章 所山所补 就山的和所要补的 就是因为旧章主解释的不妥 能伤能补并见经操 这操文也就是讲的 能伤和能补 但章书已局 情见言通 章书已是 极就极限 不是很管 比如说当章书已及 情见言通 章书文字 写在那里是有极 但是在人们的见解上呢 讲的是通 情见这句话是通的 以言来讲 那个文章上所讲的 以是有极限的 口受文传 理无不赦 请详超义 物之辞宜 那么刚才提出来这个问题 章记是不是有三补的问题 意思补的是 三补 无非讲情见而已 一里都全部 都已包含了 那么总的说 三补就是补的 古人所解释的一些情见 不圆满的地方 给予补 形式上不周 给予补进去 就是情见应该给予删掉 所谓的三补 这个意思 下面是解释事超 三方补切 行事超 就是行事 不是事超 就是行事 行 先解释 行以运造为意 所谓行是运造为意 就是有所造作 行去做 就是运造的意思 事即对理张明 事跟理相对 而显明它是事 不是理 不是行理 而是行事 所以对理 来显明字的不同 然事项多图 意系精简 可是事项很多 所要做的事很多 面对的境很多 所以必须要 归纳起来 叫精简 下面呢 有那么四句 第一句 以事通善恶 事有善有恶 就是说对的境事有分两种善二 那么这里所讲的是善事 所要映造的行所行事 行的是善事 二就善中简移之善 善中很管的是什么善呢 那么这里简别说 这里是讲的是戒善 行戒之善 不是其他换善 善 以善下两卷 就是行字操有三 中下三卷呢 他以善下两卷呢 众共二行 名为作善 善见和下见 众行和共行法 这叫做做 应作而名善 中见自行名善 自行叫做止善 应止而行善 不是说把善止入 而是因为止而成善 就像止词一样 因止成词 第四 诸篇细分诸事 就每一篇当中的事 很多很细 诸事 诸篇这个事讲说 每一篇当中所提到的 那个所要做的事 所要了解的事 行事行什么事 就很细 善卷十二篇 标中一篇 总劝行事 总劝应该要去行 声事 十二篇当中 下面的竹篇 善中下卷呢 以竹篇来介绍一下 吉身以下有五事 吉身就是吉 吉身篇呢 吉身方法篇那个 吉身篇有五事 那五事呢 第一个是出 纵法原成事 他把十二篇当中 归纳为五事 先讲第一个是 纵法原成事 就吉身和竹树 受益 结磨 结界 这就五篇 有五种事 吉身是一种 升级的要减别 足数不足数 那么没来的人 要如何受益 那底下正要去做结磨 做结磨呢 必须要去做法地 他次第是这样来的 就是五篇 五事 那么十二篇当中 第二呢 就宽众 住持的事情 就是 身事很多 那如何住持这个身事呢 故事有 身往大纲篇 就是身往篇 就是住持的事情 第三呢 是接磨 提诱事 接磨提诱事 出出家者 如何成为身呢 使他 规范友谊 所以必须要去提诱他 提就是提舍 舍持他 那么 受戒 师之篇 受戒 颜机篇 师之相舍 舍篇 这是 所以接磨 沙弥 怎么受笔修戒 祭出戒 才能够秉戒 如法 如何找医子师 受戒 是医和善学 如果和善不续众 必须要找医子师 所以有诗之篇的产生 这是第三 第四 检查 清心事 有没有 半夜半夜要检查 安居完了要自知 所以说戒 自知篇 是检查 自己身心 看清静不清静 这是第四 第五呢 静言策修事 静言策修 安居期间 要把所有的言都要放下 来行持 修持 所以说 叫做静言策修事 那是善卷 十二篇 所讲的五个事情 那么中间四篇 有二事 四篇只有两种 归那两种事 除了专精不放事 不要违犯 就篇计 识相 词犯 就叫篇计 什么叫篇计 它篇名是什么 如何解释 借相 借条 然后呢 总的词犯 意思是什么 先了解这个 才能够做到不犯 哪是 也就是说 先认识 怎么是持 哪些言句足才是持 哪些言的情况下 才是犯 你要了解 才能够去持戒咯 所以说 不放事 二呢 犯已能毁 那么持戒当中 肯定会有违犯 又如何去处理呢 也要通过生法来解决的 所以说 这能毁的事情的偏激 唱篇 就唱六句话篇 这是中间 夏天十四篇 混成八四 它归来为八四 初是内外之言四 内外之言四 内是吃的东西 外是用的东西 就是内外之言 就指着我们行道的人 叫做道员 叫做支员 二一是外 四要是内 波气也是外 就在内外之言 二 就是说 这个初第一点 一怎么做法 然后呢 药是怎么 体是什么 如何受尽呢 波气怎么做 第二点呢 第三是接生离懒事 接生就是指自己如何清静 节夜有鬼 这样呢 能够离诸朗拙 那就是对施心智和投驼 行投驼的事情 那叫第二 第三呢 悲己千功事 悲己千功事 对身相如何恭敬 有身相自尽篇呢 恭敬身 塔 佛像呢 以及身呢 是呢 外化 身善事 普请色泽 导书画帆 这是属于 化导众生的事情 身善的事情 福请 就是说 有往生啊 师长往生啊 有人来调研 应该怎么做啊 所以说行思潮呢 很管的 什么事都讲到的 那么 一个化导 世俗的人 他的鬼则应该怎么样 世俗人到寺庙来 他应该怎么 记住威仪 讲这个事情 无是代义同法式 所谓代义同法式 就是主客相待 旧住的比丘叫做主 老新住 新来的比丘呢 叫做客 他们叫主客 本来是说不世界 无主无客 以谁先住后住 来区别主客 脏病设则 有病的人 应该怎么对待 那么第六是 日用药业式 就是杂行 总归一些 平时威仪的事情呢 就是杂行式 日常所需的 一些规范 七呢 信导下重式 比丘是 其重的领导者 所以底下的都叫下重 沙明 如何介绍沙明 沙明别形 和比尼 尼重别形篇 这两个都叫别形 因为沙明应该是别法篇 尼呢 尼重是别形篇 就是如何教导尼重 尼重来请教诫 我们怎么去教导他 那么沙明要从俗人替度 怎么替度法 就叫信导下重 八呢 盘通 益中式 叫做诸步 别形篇 其他部类 怎么说的 对不同的问题 怎么讲的 它归纳为 八四 你看 差不多这一篇的意思 都包含了 诗则一部 始终所前形象 无非三页鼓动方便 一部当时所讲的 如何去形篇的问题 无非是讲我们三页 心口一三页 来做行善的事情 方便 勾引而成 归应形式 形式当然要取三页去行 少提标词 特意 群中 为什么要提出来 叫做形式超 这个提出来就跟其他中不同了 本色化 本色化 根源正教全中古 正教来解释这一中的干股是什么 它所有化岛的根源是什么 这样就能够反光九代 好几个地方都讲反光九代 九代也是见十九页下面所讲的 从厚汉到谈九代 诗言不虚 确实是不虚 就是律的给一个整理 很明确如何行事 顾续音 先行事事 荒鬼来门者 百物一本 那续文下面有这样讲 真正能够行事的事情 注解的也很多 可是真正能够信导 后学的 一百本当中 也没能找到一本 故事要做这部书 这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续发 写这传书的延企 是乃一家大干 骗见诸文 一家子大干 就说南山这一家 可以看到诸文 皇义学宗 明昔详练 苟迷思指 师父何言 如果这种的宗旨不知道 那就别提其他的了 那么下面问说 准下词范 事法两分 所谓是 这里这个地方所讲的 是指词和作词的 是 法是指的是 结磨法 结磨法跟指示作词 这个事情有两个 风判都不同啊 经为提示 则非法设 这句话人家问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这里不是讲形式吗 可是形式操当中有处处的提到法的 结磨法的问题 都用结磨法来完成了 那么你指提示 是不是把法给略了 没有射进去啊 这样 经为提示 这非射法 那他法没射吗 为什么不说行法 行法操呢 而且行式操呢 意思是这样子 他说 笔名指作 各射分歧 就是所讲的 指作 指词和作词 他都有分 一定的分歧的 故 惜两分 今万应照 无问 是法 通归是而 那么这里说 虽然是分开 指词和作词都分开了 都是属于是而讲 那么所以他具体的 如何去 持戒 如何去做指词的事情 这都是属于是 的放朝之内 就叫做是之法 都是因为是而引起的 起完成这个解磨法 所以说无问是法 通归以是 可是呢 都是因为是而引起 结磨所对的 无非是生团的是 问 提允行是 下引伤行 这个是解释行和恨的问题 就是说 上一个行 下一个行 这两个字的解释 就是 我们通常有些读 谱言恨宴品 有些读谱言行宴品 念佛功德 苏圣行 有的是苏圣恨 他就说 恨和行的 因读的不一样 这里说 因虽然读的不一样 可是意义是相同的意思 行事恨事了 下引三行 三行就是 众志共 三行 以应别招 同意应何呢 以应读的不一样 古人的读字 他读的很准确 他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行计造修 所谓前面那个行 行事的行 叫做前行 行计造修 就是前面那个行 行起得逞 那么 下一个行 上面那个行是造修 行事们造修 那么后面说 商行 大家不能听明白 不知道 所谓商行 那个行是换后面 行事行是换前面 这个是叫造修 去造作事情 后面呢 是因为 是所谓三行 众志共 那么这个行啊 是因为 所做的这个德而成的 叫做三行 是这意思 行起得逞 你旁边不妨加上 前面那个行 是指的行事的行 下面那个行起得逞 是指的三行的行 由行 成行 或者由恨成行 或者由行成恨 这么读 区别开来 那我们在这里就知道说 由行事 才成为商行 懂意思吗 由行事 由比修计行事 才成为共行 重行 自行 这样才圆满 你又去做嘛 你指持 指持 你要硬做 对外面的诸言 不违犯 你要去硬做 那么重行的事情 大家要积极配合 减重啊 才能做得起来呀 所以说 由行成行 以别一同 莫非流露行星 这个行星就是成业的意思 行星成业 也就是 受想行 由行星 它才构成业 业 什么丝所 丝的所想的 当然行星 才成业的王成 就是说流露行星 行星 简单说 它以言构成业 言都具足了 比如说 比丘要去行种种事 这个事已经做了 那么就成为重行和自行 共行 懂你意思吧 你要去做种种事 这样才成这个行 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就是 所做的结果 你要去做 才能做成结果 懂你意思吧 做馒头 要去做 做成馒头是结果 正准备去做 那叫行 形成的结果 后面那个行是意思 流露行星 以成业 比如说 言构成业 那么解释 行事 那下面解释 超 超则有二意 一是采摘意 所谓采摘诸文 就是采摘意 二呢 有包摄意 这两种意思来解释 那么下面解释说 为三藏正文 圣贤遗迹 把经历论三藏里面 佛所讲那个话 叫做正文 以及后来诸大菩萨 诸大德们 所做的著书 叫做遗迹 采施药旦 就是根据他们所讲的好的 把它摘录出来 最好的刚领的摘住出来药旦 以为文体 下印 戳裂正文 就是厨艺 下面说戳裂正文 就是说最主要的东西把它摘录出来 这样呢 就是采摘意 笔文既广 背录之凡 因为 无论是三藏正文也好 把三藏正文都抄出来 那不就等于抄藏经 那也不成呢 那么别人所做的著书 著解 你都把它搬过来 也不成 那就说背录之凡 故以其间呢 略提 守候 就是前面或者 后面 把它提出来 守候 或者守末 词 审 礼足 词就很审 那道理又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提个什么 等等等 就这样结束 就是礼足 下印 包括诸意 就是赤意 他能够包括诸意 他不是下面说包色意吗 超有包色意 就把这文摘出来 他能够包含种种意识 就是说 包括诸意 这就是第二意 至于识门当之管说 也就是下面续分成识门 会一一的管说 超是什么意思 好了 这超这么解释 下面是续 四分力行 三反补屑行 名字抄续 那么我们这么一来就懂得这个部律的 总的王者的名称怎么称就来了 那就记得牢了 下面续有三逊 就三种解释 逊就当解释解 随意识 那么下面印中国的古书里面说 尔雅云东西强位之续 他古人就这样讲的东西 东强和西强叫续 如四强续在唐奥之外 他有的墙 说为小围墙 前面一个小门头那样 小围墙这样子 唐奥之外 中间有一个厅的建筑的一个结构 意识续文 意思比喻说 续文灌一抄之表 他把这一部抄文所要解释的 放在前面来叙述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总的来讲 什么墙啊 唐奥啊 灌的续之表啊 也就是端续意 他比如端 端就是刚开始的意思 四端嘛 端续 端的意思 二 续即信续 续述的续 我们细言发起 续述之言起 为传述始终十门 他传述 讲这个续有十门呢 列括三行调流 讲的三行 就是三卷的三行 这个次第 叫做调流 使一部文艺历兰 不粉 此即是续也 这就是这样 第二种意思 第一次识们来解释 把这一部的条文呢 捋一下子 不让混乱 三逊续也 这也是续 情绪的续 就捋一下子 这个续有捋乱啊 如超减得续 就是说 那个那个 常做减 就得一捆呢 你要把它理一下子 那就叫续 就一部超文这么大 那么如何知道 这个这个内容呢 从我们通常到书店 去买书啊 看话目录 翻翻续文怎么讲 不知道大体那部书的内容是什么 你不可能说到书店 把一部书看到完 那是不可能的了 这一 这一诗可理 续就端续把它提起来 那头头提起来啊 那么底下的呢 就很容易理 理得清了 写着官续 这诸篇可求 看这个续就知道 下面总编是讲的什么了 我们刚才看这 严造律师 他把这个上中下卷的意思 几篇几篇提一下 我们知道是这样子 就明白了 比如说是为尤续 尤续的意思 有个次第 一言标续 下面说一言标续 三思并通啊 所谓续这一字 这三个意思都包含了 端续也好啊 那么续述的也好 那么尤续也好 都包含了 他们也问 续阴总别两续其如何啊 这是过去有人把它解释 为这个续有总续和别续 经里面有总续和别续 也就是说正信续和发喜续 这个续有没有这个意思 古人古来有这样解释 或者有人那么提出来了 那么就问一下子 总别 扫标一提 那运两续啊 它总的一个标题提出来 也就是说这里一句话已经跟回答了 它只是一个续文而已 扫标一提 哪有什么两续 软系说哪有总别二续啊 哪有总续和别续 经所不取 这个地方不取总意和别意的意思 列言三式 如果要用总续和别续来解释 那就有三种不妥的 三种过式 谎言总别共沾一式 所谓讲总别 它是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啊 如瓷犯总别二依总别之力 那我们这个地方所讲的总或者别 它同样讲一个事情的 那么如瓷犯总别 瓷和犯它没有列出七门呢 瓷犯方诡篇列出七门来解释 总的瓷犯是一个 那么七门是别咯 二依总别篇 它里面也一门分别来解释 也一门一门的来解释啊 那么是不是这样来说明总别呢 经续不耳 这个地方不止这样讲的 前名自转成文 后扩诸篇大义 它这个所谓讲的续总 字这个撰写这个文呢 主要是说明那个 后面诸篇的大义是什么 前后敌意 总别焉成 如果说你要是说 总的是什么 别的是什么 那怎么来解释这一段文呢 它续文是说提一下 这个下面诸篇的大义是什么 如果说你要用总别来讲 就是说互相不对了 这样就总别的意思不能成 若以识门不同而因别者 如果说这个续文当中呢 前面是讲总 后面下卷 就是这一卷的卷末 和下一卷 这个续文不得两卷吗 分别识门来讲别的话呢 那么这总意识犯所列识门 意应是别 这一句话比较不好理解 怎么讲呢 如果说你要这样讲总别的话呢 这个续文提它是总别的话 前面所讲是总 后面识门是别 那么我立即 词范方诡篇里面所讲的 是否有总别的意思呢 意思是说 词范方诡篇即使有七门的分别 可是它都是为了表达一个词范的意思 没有总别 不能立总别的意思 意义是在这里的 这一种词范 总义词范 所列七门 就词范方诡篇里面 七门来解释 所以别像呢 有立即说 我们这一个续单中的十门 是不是别像呢 意应是别啊 那就是说这个地方 所讲的 跟词范方诡篇的七门 是不是也是别啊 戒书二 戒业二书各有总义 就是说戒本书和结模书各有总义 并列多门 历难 历难一而 此这前无总别之意 是一失也 也就是说 每一部书当中 这几部书都有一个前面讲的 总的是怎么讲 然后别的是怎么讲 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 跟经论当中所讲 他们会解释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就不难了 跟经论当中所讲的那个总义和别义 意义是不一样的 他说这个是不能成立的 那下面叫 又防经中通别二义 这个总义说 总和别是不成的了 他只是分能来说 跟具体说明下面总干 所谓大义是什么 不能把这本身的序呢 理解为总和别的意思 即使它分能 也是总的说明一个问题 而不能用总别来分 那么下面说 以经论这个通 通序和别序来讲 那么回归看这个 我们这个序文呢 是不成的意思 经中通序 通以诸经 经中的通序 也就是六正序 六正信 是通序 这里六正信知道 信主文主处 主人 就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 如是是信 我闻 但是谁闻 那么这叫六正信 是通序 可是每一部经 都是这样列 别着简以宜经 所谓别系 这一部经这个序 所谓发起的不同 别系就是发起系不同 讲般若经 它是怎么一种讲法 它是用很简单的 日常生活当中的作为开始 比如讲金刚经 活呢 到时间 它就洗洗脚 那么时间到了 它持拨到城里去起石 起完石以后 洗脚 洗完脚盘腿 然后就开始打坐 它是这样 然后讲经 平常是说拨着 时刻不能够离开 修道人 这是意思 这样子 那么讲仁严经 大家知道 这几天你们看仁严经 那讲仁严经 它是怎么讲 那个咒是晃光 顶上晃光的 它不是最讲的 是发佛从顶上而讲的 它是言起不同 法佛你看讲法 法佛不讲 他只是说 宣内相不讲而请 而再三请而讲 那么这是发起 跟诸部经都不同的 这可以康成总别 通续就是总续 总续就每一部经 都是六正信 开始 发起续 每一部经的开始 这言起不同 经是超续 为通和文呢 你要说通续的话 那么这一部超文 通 通其他 怎么通 不一样 它以实门来解释 那么其他的续文 也未必用实门来解释 那么为通和文 为简和点 那跟其他哪一部经简别 哪一部论续不一样呢 为简和点 又以总续为发起 总续通常也叫发起续 别续为正信续 比如说别续叫正信续 倒过来这样讲 通续是叫租金是先通的 例如正信是通了 发起续跟租金不同 那么这里下面说 总续是发起的 全部都是一样 别续是正信 正信续 且笔经家通是正信 别是发起 经家就是说解经的通 正系是通 别续是发起 经这反之 那么经这里的续文 往前相反 一和颠乱 若言准笔得应两续则 笔是通他即此之意 他就是他经 通以他经 即以本经 笔以通他即此 通是通他经 发起续是即这一部经的 那么经后 经前 所谓经后 就是经后续和经前续的不同 经后续是叫六正信 六正信为经后续 懂意思吧 他是节级 阿南节级的时候 才安善去 如是我闻一时 活在何处 讲什么 是不是这样 对谁讲 叫经后续 经前续就是发起续 佛言先讲经 放光动力 这个事情本身就有的 听懂不 就这个意思啊 叫经前经后 不同 正信时百事无疑 为什么要有正信续呢 如阿南 亲自从佛那里听来的 这不能改的 所以说百事无疑 发起选教非屠色 发起续 选这一部教 为什么要这样发起 他不是屠色的 佛为什么要放光动力 佛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做措施 佛所有一指一动 他都在表法 所以不是屠色 科分两续其意在之 为什么说经科当中 佛那科 它是这个意思的 它在这里先别而已 考此续文前非比拟 望引比例为二十页 如果说用经这个续 通续别续 来来解释这一个 形式抄这个续的话 意思说那是不妥的 这意思 那么且抄以十门统其大干 抄文先一个序 以十门来说明 一部抄文的大干 又引 始至十条 并数并总数 租门等 这十条 把下面租门都设尽了 是这十门前无别意 意思说十门都总的 说明一个问题 那十门都不是别的意思 就这么一个解释 不小文子为三次 都不知道这个意思 所以才有总别之意 它提出这三点来说明 不能用总续别续来解释 也就是说这一个续 总的来讲解释下面 超三十篇的意思 不需要用总别来解释 那就对了 今生正结 对下三十别篇 只可通云总续 你要不要解释 干脆直接讲总续 总的续述 下面诸篇的意思 一续中大分三段 一续这一部续当中 总的分成三段文 就这个续言发起 可以分成三段的文 那三段呢 这里讲的第一 潜民住宿 潜民住宿能前之文 既但续能前之文 这是第一点 就是为什么要住宿啊 就是能够解释 写写抄的一个文 就是能前之文 第二 中列十门 以扩诸篇之意 以这个十门来分别写 说出 下面三十篇当中的 总义是什么 那么 就是说文义二种 并属教授 文义二种 文义 义就是教 二种 二种就叫做行 从教从行 并都是属于教所授 无论是从讲教也好 从行事去行也好 这两种呢 都是属于教权 你行必须要用教来解释 怎么去解释 你去做这个事情嘛 所以说都属教授 所以文义二种 这一讲 就是从教从行 都是属于教所授 这意思明白吗 行也是用教来导你去行的 所以这个行也是属于教所授 教不图然 只归寄行 一说教为什么要设这个教干嘛呢 导你去行 如何去行呢 只归寄行 如何做这个事情 宋教从哪里开始 怎么做法 导你行 导这个行必须要教来解释 是不是这样 以教来解释这个行 故后分三行 第三点分三行 中间我讲出这个教法 然后导三行而已 统色情机 这个三行统色情机 众共志都设定了 一戏始终教行十足 教和行都具足了 你观行 没有教你怎么行 怎么做法 肯定不行的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观有教而不去行 那教是屠色 所以说这两者具足 烈士大药一再灵文 烈士提干这种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到文里面会激励讲 统括这一部续的意思 一个是能前之文 一个是诸篇大义 诸篇大义就是教 下面讲的三行就是行 也就是教和行相结合 提一下住字 提一下住字 这个是解释哪个立方记得吧 解释第五页那个小字 小字我们讲嘛 三卷底下都有八个小字 还记得不 作者飞无那个地方 就是说他这个立题呢 一他立题 他这个立题跟其他人的立题不同而已 为什么是这样的注解一下子 为何要注明一下呢 第一个是显别意 显别意 然后第二呢显立明意 然后解释是疑 为什么是这样 你不能怀疑 那解释一下 那么下面注解 他们注字说显散别明 显散就立题很多呀 所以说他立这明跟有 与别人不同 荣含多意 这立明上面有很多意思 所以第一个是义古 跟古其他的解释不一样 其他的古德所解释不同 义古 下赤古云 显行事 行事是翻轨来门 百无一本 他是说古人解释很多呀 没有一本能够接应接应来门的 经标行事 所谓得立宗词 所以以行事这两个字呢 比较妥担 异于别人 这就是立的宗旨 明白了 第二呢 位置简纳 简纳 古诗传述 皆因四分立超书 看见没有 意思说行事超 跟他们所讲那个超书 是不同的 简纳而已 古德传述 都是这样命名的 四分立超或四分立书 顾家别目 知非仪者 就是这一个解释 就行事 根本不是别人的了 第三呢 是 是仪 仪因 律中 赚超 但 仪 所中立 题 可仪 所中所立的中立 题 何必更加算 那三反等仪呢 所中立的四分立 行事超就完了嘛 为什么要加上三反补欠 这些话在里面呢 就是说解释一下 若不住险 遗行不绝固也 就是住险一下 因为它有不足的地方 跟历代的祖师们解释能有所不同 中下两见以别异同 这一句话在这里解释啊 在这里讲的就是说 我们很晚以后才能够看见这一句话 它会显出来 也就是说 它上卷有八个字 解释小字的解释 叫做着非无 会显 与别人不同 到了中卷的时候 它后面还有八个小字 来显发一下 显明 到下卷呢 它又有几个字来说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中下两见呢 一别 以别异同 它立的那个字八个字不太一样呢 可是意义是一样 也是说 显这个题目跟别诸家解释 有所不同 好 那解释题目啊 这只是解释题目而已 古来常常大德门解释题目 它很很能解的 你看字的大师 他解释法伐经 妙法连伐经 几个妙字 他讲了九十天 题目经题啊 很会谈嘛 那是空前绝后的解释法了 他把所有三藏十二部的教法 全部设到里面去 也就是把一部法伐经 全部讲到完 那差不多是这样子 九行谈妙 你看五重弦义 解释题目都是很多 古人常常如是两个字 如是我闻 他解释如是 就解释好几卷 才能把如是解完 那个如 从哪个不同的角度 来解释那个如字 然后是是怎么讲 这样来的解释 他引各方面的意思 来突出说明 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一些简单的解释 如是就是这样的事情 是我阿南亲自听来 就简单的完了 是不是这样 就这样的事情 是我阿南亲自从何听到的 就这样这么个事情 好那下面呢 这书是谁传书的呢 是经兆从义士 沙门是道先传书 那这里面他也解释不少啊 对不对 道先律是什么 有的讲西明寺是不是 有的是讲南松南山 这个讲从义士 为什么这样 所以下面有解释 为什么这样 也就是说在唐武德七年 唐武德七年 也大概公元六二四年 这个唐高主呢 唐高主李焉 他原来有个叫做生徒 就管制生的这些做法 那么到了这高主 唐高主啊 他就把他汇除了 这个生徒这种做法 叫他汇除了 那么是很多出家人呢 到处赏落 就到处跑了 以前大概有一个 比较广自在那里了 那么在道先律师呢 他就到处走了 他跟他有伴 同时师徒有七个人呢 就住在这个崇义士 看来是严先 他不是住在崇义士 因为后来生人 有点散乱呢 他就师徒六七个人呢 就住在崇义士 到了武德九年的时候啊 九年 这就是六二六年呢 到了武德九年呢 他才到中南山去 转述写书的 他九年已经去中南山 为什么要从义士呢 也就是说 他从他原来的那个寺庙 命名的 他是从哪里来 古德禅禅呢 以他所住的寺庙叫明治 是不是这样 某某大德他是这样子 比如说三论宗的祖师 叫吉祥大使 他叫嘉祥大使 他住书当中也叫嘉祥书 也不是这样 他是住在嘉祥寺 住在浙江一个嘉祥寺当中 他就是这样命名的 古人他没有直接叫人家明治了 他就以他所住的寺庙来命名 同意思 那么我们看这个五文 下面的注记文 篆号中 篆号是谁篆写的呢 叫做篆号 本为标明 士文所出 他立出来就是文是谁写的 名龙香烂 名字有点香烂 道仙恐怕有其他的道仙 所以别之以士 以他所住的寺庙不同 写在前面 寺和同名简直以处 寺庙恐怕有同名的寺庙也有 所以说处所点出来 既是经兆而已 他不是写完了 说和人写的是从义士的人 从义士恐怕有很多从义士 那怎么办 经兆从义士 什么叫经兆呢 就是古长安城叫经兆 长安言先叫咸阳 是不是叫咸阳 现在咸阳机场了嘛 就是古长安城 那现在长安城 跟西安城不太一样了 西安也是长安 经字 这里讲宋的时候 宋讲经 经是永心经也 就是永心经叫长安 自古 为什么叫长安呢 他自古地王建都之地 那就是在长安建都的地王很多 古历史号 叫做经兆 为什么叫经兆 经者训大 解释为大的意思 经叫大的意思 言土静之管 他所设的范围很管 兆是指的使众 言世俗之多 就老百姓很多 这就叫经兆 经就是经臣帝王所都 帝王很管 老百姓很多 叫做经兆 既律师行发 指尽 亦记本所生地 也就律师指的道宣律师 一生行发 几乎在那个地方 也是他所生的地 所生地 下面说 可是在一些高僧传 撞记当中呢 有讲啊 有云禅城 或云单徒者 有讲他是禅城人 有讲是单徒的 那是主要讲的是浙江 有讲江苏 这些地方 那 还有一部高僧传里面 讲呢 讲 涛轩律师姓钱 其实他是姓 姓陈 不姓钱 有些讲钱信 就是征徽记里面 征徽记讲 说他是姓钱 其实不姓钱 姓陈 此为祖师之所生处 这是说祖宗 之所出 就讲那时候 讲禅城 或者是单徒 是他祖宗 我们现在讲的叫籍贯 他的籍贯会其实在那里 可是他出生不在那个地方 不在长城和单徒 主说祖宗所出 徽生处 为什么徽生处呢 可是在他行传当中 已经写得很清楚 行传 古来讲的行传就大概是他的一生的传记 相当我们现在人的年谱那样子 行传 那这个道宣徽师的行传是谁写呢 是宋朝一个人写的 宋朝 天宝延年呢 有一个叫礼仪的写的 所传述的 李优 李优啊 不是李优 李优写的 一个一个战宋 道宣徽师的一个文 就是行传 大师在金伐生展 在金伐生展 就是在金兆所生的 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在戒本书后面 不是有一段道宣徽师 他自己写的那个传记吗 他父亲随成主 然后陆长安 后来他就成了这个金兆人呢 就是大师 在行传当中也这样写的 父随成主呢 陆长安 成金兆人 那么大师在金伐生展 他时间是什么 随文帝开房16年 也就是 596年 事业出八生的 那在行传当中 讲得很清楚 主以明记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传记当中 讲得很清楚了 其出世世面 出世和路面 中间发世 背载形状 就是他的历史情况 都写在行传当中了 此不反映 这个地方就不一一的映了 传树者 什么叫做传树呢 大师先传树 解释传树两个字 通而为言 传一即是树 总的来讲 传也是传树 连在一起 好像说我们讲说 思想思想 好像把这一个东西 从维师写思和想 它是分开的 经济两标 故须别是 既然两个字都写出来了 所以说这里呢 把它一略解释一下 传为超姑朗寒 这古文写的都怪怪的 超姑朗寒 什么叫超姑朗寒 就写文章 把文书写成文 一个字一个字写成文 叫做超姑朗寒 这姑就是写文章的意思 全赤成章 也就是说他写成文章 次第编成章节 编成章节 就是全赤成章 这叫做传 众为千己推他 相传旧者 所以众就是说 古人这么讲 他也是敘述一下 就是有所不同 众就有点自己 编撞起来的 众又是推己 牵制自己的意思 然后把别人这么讲 这么讲的 把他引出来而已 若准后批云 后批就是超批 后面讲的呢 伍德九年转 他是在谈伍德九年转 谈伍德是六二六年 我们刚才谈伍德七年嘛 然后他往这个崇义寺 可是他住了一两年 他就往中南山去了 就是说伍德九年转 而戒书 戒书批文里面讲 批就是最后的了 超批就是最后 这个行字超的批文 讲是伍德九年转 可是到了戒本书后面 那个批文讲是 正光初年 这么是不是有矛盾呢 以伍德九年既改正光 故无所凡 伍德九年 也就是说 伍德九年的 也就是伍德十年 还不到十年了 他的正业初一就改成正光 第九年的过年年终 第十年明天 比如说今天是大除夕 明天是初一了 其实还是九年 明天初一就把它改成正光 听懂意思吧 意思说这无所凡呢 这就无所凡 其实年龄差不多 只差一年而已了 中文人算法 差一年而已 笔书又云 笔书 节目书里面 结本书里面又讲 正光四年 这个我们曾经看过这段文 就是修改过而已 乃成乃成无前本 你看见没有 前本他前面写的 根据他前面那个本 更加论色 经脉相通 准此乃至重修前本 就是前面写过 就是武德或者正光初年 正光年间或者武德九年 就是写了三卷 后来重修 按目录中 所谓目录中 这个讲的是记者 颜兆律师传书的目录里面讲的 乃丹正光八年 他说的正光十年 应该是正光八年 八年就是六三四年 迹经所传之本 他修改的时间是这样的 是根据传记里面 所写的是这样的 年限而已 三卷是初写的 然后正光八年重修为六卷 现在把它分成十二卷 是这样来的 下面这个小字是这样讲的 封文 下面有个文无不韦 这是徽见仪 文无应该是无文 应该是无文 无文不韦 它这里就是文无不韦 应该是无文不韦 就是说文字都具足了 好这解释 这个作者的 转述 以及他所住的 地方市民 那么下面正式开始 我们看了半天 细言发起 细言发起 现在才开始细言发起 就是道歉 今天历史开始写这个续文 第一个字通常的古文开始 知乎者也 呼 借得难思 贯超 仲相 为五成至 鬼岛 是三宝之招 你看这文字好得不得了 看到没有 最好把它读 背会得更好 依教见修 定会之功 莫等 注持佛法 勤及以至稀参 那我们看他怎么解释的 这叫叙述 他传述的延期 这真正叫叙述 传述点 超文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从这里开始 先是感叹戒的德 赞叹戒的德不是感叹 赞叹戒的功德 我看他底下的解释 我总的先把这几句话的意思提一下 然后再开始逐字的解释 粗段 他有一小横一小横 唯一段 我这个有颜色的 你们那没有颜色的比较麻烦 我这有颜色比较好看 红的一小段 表示一小段 就到召喚 那是粗段 帐叹戒了 唯下 唯下 唯下就是唯五臣之鬼祷 那叫唯下 是成文 前面先提一下 戒指功德是什么 灌朝众向 他是这样张叹的 然后呢 唯五臣之鬼祷 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因为 超众向的原因 就是唯五臣之鬼祷 又二 上两句几亿 张德 上两句 前面两句是张叹戒的功德 那么 下呢 以比义来上 下依四句 依下 就依教建修是义 那下面说 五臣之德 十三不知召喊 那就是比义嘛 比义来帐上戒了 下面四句 对于战显胜 就是说定慧之功莫等 他从建修来讲 因为依戒而修定修慧 所以说他功强 是这样子的显胜 下面解释 读字的解释 戒德 既所探之法 难思乃能探之词 戒德实在是难指 很高很大 戒有四义 他又解释一下子 戒有四义 法体形象 戒是包含的戒法戒体 戒迎戒相 叫做戒行四义 今从总相为探戒法 这里无非赞叹 僧人自教明法 无非赞叹僧人所自的教法而言 叫戒法 说不应难义者 所以说难思 为什么不用难义呢 戒德难义呢 用戒思呢 因为通过思才能够义 通先是 思到难思 更何况义 义是因为你思了以后才能义的嘛 以心思切尽 口义书言 考义就又隔了一层了 通义思以后才义 思字既难 必非可义啊 想都难想 更何况你讲呢 我们都不可想象的 更何况讲说 或可语及礼必兼之 语言是极的 其实它应该包含难思难义 是这样的 灌下一句 灌 前面一句完了 灌超重相 灌下一句 显善难思之意 为什么难思啊 他超过一切 就是妄向 既超妄向外 这个向可以说 木枝边做个木枝 那个向 超妄向以外 无物可比 其他没有办法比 他已经超过妄向 你怎么去比呢 故非凡小心力所及啊 不是凡夫小成人 他的心力能够了解 这个戒的功德 灌至去于他的读音 为书戴也 书戴 就是古人 有什么时间 戴什么个帽子 他有一定的规定 能力灌啊 什么时间啊 现在我们戴帽子 要戴不戴高兴 谁也管不着戴什么样帽子 是不是这样 古字人他戴帽子 有一定的规格的 身份的 那以前当官呢 穿什么衣服 戴什么帽子 你就知道他是极品官 那现在你说 嗯 到总书记 到底下老百姓 也分不出来啊 皮鞋西装 隔离搞不清楚 谁是谁呢 对不对 古来也有一定的 他的道理 你老百姓 不能乱穿龙袍啊 你穿龙袍 你也死定了 是这样子 他就说 灌为少事 起高处之意 灌就是最高的意思 我们的灌精嘛 他是最高的了 相为世间诸所有物 世间所有的叫做妄相 问鬼岛遭寒 岂非相耶 你既然说 相面有的 超过重相 那么这些鬼岛遭寒 遭寒的比义 那不是还是相吗 我们还是用相的比义啊 他经历探戒 己相虽多 但以少义 未可全同 他只是说 只是其他做比义而已 不是王前世那样子 做比义啊 下面比义很多的了 始终劣己二物 少义戒功啊 劣己比昭和寒 古字解释 昭和寒都不一样的了 舟是说 当条船叫舟 当条船 双船两个船并排的 叫做船 叫做航 是这样解释的 舟是单船的 那么航是双船的 这就用舟航来比 轨道就是车车 就是我们像坐火车铁轨 它有一定的规则 都不能乱的啊 我们通常坐火车 不懂得它 这个这个铁路里面 有什么什么 这个特殊的知识啊 我们老百姓是看不懂的 我看那火车要到总站的很大 那个铁轨插过来插过去 我这是开错的 那开别的地方去怎么办呢 我常常坐火车担心 要不要做错了呢 可是他不会啊 他偶尔也会出差错的 只是他没搞错 火车不相撞吗 他就出差错了 或者他没按到 他指示那个轨道去 那个灯不知道怎么指的 那火车又开得很快啊 轻晃轻晃轻晃 他一下子插路插路插路 他就插过去了 很准的奇怪的呢 他进低级站台 他就一定不会有错的 这就是说借他也是这样 叫做车轨轨折 名其发去也 就是说车发去 它有一定的路路线寒向 周盘呢 起其应载 那么就说车是他能够发去 周盘呢 他是用应载 能够载东西到彼岸 那么像标中显得篇里面讲那个 戒是如等大师亦能鬼悟悟 是大师他能够鬼神悟解 导众生眼目 比如说鬼悟 或如人足 有比喻说 如人足能所至也 至就是能到达目的地 就是至 那下面这都是比喻 或云大地 为什么叫大地呢 大地能够生成万物 能够驻慈万物 我们凡子建在这个大地上 他能够驻慈座 那么下面叫道品楼柱 这是尹诚实论里面讲的 道品楼官以戒为柱 道品建在楼官很好看 他必须要有著称 这才可以 没有著称这不行 你看我们皇子 必须有著那么大的著称 这才可以 圣道所依耶 圣道是依着道品而建立 常定成阔定会所平 禅定星辰以戒为阔 阔就是外 锅就是外城 这个锅就是 外面一层固 我们皇子建在这里 外面要建一个围墙保护所 捕制人都是这样 里面一层 外面有个城墙围着 一个城堡在里面 你看故宫西安 他的外面有个围墙围着 那秦始皇造了个围墙更大了 是不是 汪里长城 他不造个围墙很大吗 以为锅 定会所平 乃至如池下面 不说它的意义了 只是举出来 如池 池就是圣人所欲 池能够洗澡嘛 圣人所欲 就洗心固啊 如镜 镜能够造种种相 有这个镜 我们说大圆镜至现前 那你就是装览成镜了嘛 那无我相就能够现前 镜能够造现呢 它造什么相 造无我之相 如阴落 阴落是庄严 老中年都喜欢装饰啊 所以说是长号 喜欢阴落 有戒 佛法才能够庄严的嘛 如头 你看一个人没有头怎么办呢 什么都见不着啊 所以说有这个头 它能够见苦地诸色 就如头 如气 气就是功德所依 就是气有个桩 有盘的东西 它便依着那个气 而立 有制度论里面讲呢 如重宝 如命 重宝世间人所好要啊 即世间二物呢 来 复兮 保护爱兮 我们像 看这东西种的像命一样子 命多重要 没有命根就死了 什么都不做不成啊 就种跑 如鸟刺 如船等 鸟没有刺盘不能挥 这戒也是如是 船能够渡的意思 渡到彼岸 行之可知 这意思 行之就知道了 有篇记明报篇里面讲呢 先明戒户 即列八义 有八种意思 户这个戒 有八种意思 如王子 国王皇帝生个儿子 你看他多爱惜那个儿子 那就不得了 因为他能够烧龙王位固 如月光 月光就是能明照 月光能够明照啊 功德因能够明白 就是说我们修诸善法 持戒这个功德之音 他能够达到涅槃之果 如义之 如义之善愿能够成就 如义之你所想的都能够满足嘛 如王一子 一子的爱父 怕死了 如人一目 两个眼睛都爱父的不得了 那更换 只剩一个眼睛 那就更加爱父 那个眼睛再没了 那啥都看不见了 所以说可保重 如平良之良 就是平人 他得到一些良识 他非常爱护他 没这个良识 他命根不能坚持啊 那比义说戒就是会命的根本 如王好国 那有个好国家 他能具足种种无量的功德 如病良药 有病得到良药 那就解脱种种病痛啊 也就这比义说离种种恶 也有戒本序里面讲说戒如海无牙 为什么比义成海呢 海不难喂 不难死尸 海又称重保固 就是说不清净的戒法不能容纳 然后呢 他能够生斩诸功德固 比如说重保所生 如保无怨 就是这意思 生其戒本 生其戒本 他有这么一句话 如言好所 他能够防御 也很好 把他锁起来他就跑不了了 如马佩乐 马有安佩 他就能够牵住 管载精力不复防淫 就是经历当中一句说 良以戒德高广 故回一物可义啊 既然难思难义 你就即使这么多比义 也无法讲 如果都能够讲得清楚的 那就可思可义了 所以说回一物可义 偏几诸家各得意端 不能前世啊 就是说没有办法 诸家各自解释 比义都不同 他都不能完全相同 所以呢 灌讲故音灌操众相 那么下面是 为五臣之鬼岛 是五臣 哪是五臣呢 人天生闻辟知己佛 就是五臣 能称人也 能称是人 就能称的是人能够称 称什么呢 称五臣十善 世帝十二因言六度 这就是法 人称十法 他能够得度生死 称十法 必有奋戒 你要修持法 必要修五臣 你看见没有 人叫修五臣了 十善也是五臣的范畴 那么修士帝十六度 都离不开五臣 所以说混戒 故以戒通为鬼岛 是根本 禅途如此 今别解云 如戒本中 欲得生天上 若成仁宗者 常常互戒足 就是戒死 是根本的 生天生人都是如此 其为五戒十善也 即戒 即戒 意思是说 不是说这个五戒 和十善是生人天 这也告诉说 即戒本里面讲说 亦得生天上 若成仁宗者 即戒亦乎如是 亦是人天之因 也是人天之因 不单单说修五戒十善 是人天因 那么即戒意思是人天因 然戒有四位 戒有四种差别 五八十聚 五戒八戒十戒聚足戒 五八十四位 若曰 顿根通为四善 如果顿根的话 即使修至四戒 也无谓是世间之善法 所以说 修戒要记足智慧 戒本身是 让你入定 产生慧 反过来说 你必须要由智慧 同时要修智慧 慈戒的同时 他就能够产生智慧 这样慈戒 就是无为之善 不是世善 若论善智 既做道基 从善根立志来讲 他都是做解脱之道的基础 故善生经历明年讲 五戒甚难 能为大比丘菩萨戒而为根本 五戒很难 最根本的 从五戒开始 故知世戒 所谓世戒 五八十句 皆到五成 都能够到你到达五成 看见什么心去修了 什么心去持了 如果说 既是持 彼修既族戒 你想生人天有为的 只是卡在戒线上 那就是世间法 仁天报而已 今始标探 总含世卫 就是这五八十句 正在聚足 但是我们这里所要讲的 正要讲聚足戒 问 戒书云 为道智戒 本非是福 当据三成 今言五成者 这本书 这句话还记得 这本书里面讲说 智戒的目的是为成道解脱道啊 不是为了世间的福田呢 那为什么说 祭戒是倒五成呢 五成其中就有人称天称呢 那是四福啊 为什么这样讲 意思是这样子 答 彼这庄穷圣义 用显教员 彼就是指戒书 庄穷圣义 他就说圣人之义 主要的用义 也就是佛出现在世间 他目的是什么 好像他讲说 三规五戒修修 你们迟迟六灾啦 十灾啦 那也蛮好的呀 那对一些人没办法嘛 乃至说持八观灾戒 一日一夜持戒 乃至半日半夜 持八观灾戒 他都是有功德 那是潜移 让你停止解脱 种下这个因而已 所以说 圣义根本来讲 他不是为了世福 所以说这次教圆 教的根源呢 令众生称道 称佛道 此名通辈两机 可是说他有一些是低根气的人 你没办法 你跟他讲说 一下子讲 修出世道 他不能理解 他理解不了 所以说只是告诉他 你说我们念佛 初念佛的人 你告诉他说 能念所念 且了不可得 他就闷啦 你说你要计数 一天念多少 拜多少佛 他有个像抓在那里 他总说觉得 好好好 我今天念的不少啦 他就这样子 你说 理佛能理所理 以信空即感应道教不识意 也做到这样子 能理的人 和所理的佛 都不可得 那以诸佛的空性相应 这功德就大了 我们通常理佛 阿弥陀佛 想一个阿弥陀佛 想多大呢 就那个像那么大 是不是像 他想再大 想不起来 没见过那么大啊 阿弥陀佛头有多大 他的眼睛就四个大海那么大 你说他头有多大 对不对 他的眉毛往转 舞座西弥山 哎呀那实在是想不起来 怎么想嘛 是不是 巴弥陀佛想的太母山那么大 还想不起来呀 跟人话说 没毛就舞座西弥山 对不对 就极限了 我们心始终极限 为什么无始以来 就是小心小量 在收世界干这种事 你说这理拜佛 理无数佛 把自己的身变成无数身 无数佛面前 都有一个我的身影在理佛 你看看 这功德有多大 那很难想啊 差不多我们就 搞些动作而已啊 是不是这样 善下动作 拜拜这样子 要做得如此观想 那功德就大了 以佛的心恋相应 所以功德才大 这样能理所理性空极限 感应到这样不适应 所以我们能不能得力 就是说我们修行那种心恋 处处造到极限 如果说我们心量大管的话 那就不可思议的功力 李教辉今天病好转了 就这么厉害 他已经十多天不能吃东西 然后他今天吃了一碗面 那起来找动了 肚子脏又发酵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的词咒 还要继续再来 你没说啊 好了那就停在那里 不行吧 对不对 这就是神造加持不可立 不可思议啊 那佛法就是有这么不可思议 你信不信 不信能行吗 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在那里 所以说 善更器的人 他能够空住一切 下更器的人 那讲感应他很高兴 他能够见得着摸得着 见得着他很高兴 对不对 所以说这有根器的不从 说男者 商城为余 尚乃兼权 他这里面包含了权巧而已 华华经里面怎么讲 商城那只是方便 我说商城 中归一城 说一说二 那是什么 他说骗骗你而已 是不是这样子 他搞个法城 累了累了 法城住一下子 快到前面就到了 目的地到了 大家很高兴到那里住一下子 然后吃饱饭喝水 喝完水以后还早呢 还要继续走吧 休息那你休息一下而已 所以说二城只是方便 一城才是究竟 一说成佛那才是究竟的目的 所以说那是坚全而已 若论酸素重复 弦感常住 到佛要露灭 酸素露灭的时候 就基斯纳成 酸素间 重新讲到 我过去所讲的 那都是方便善巧 所谓归常住 就是依佛城 究竟见佛性 那个佛性永不泛面 就叫做常住 所以说常住两个字 它从这而来的 它不变为一 故知世界 皆到佛城 根气不同 故分三五 如是之之 分三成 分五成 那是佛方便 不得已 有一些人不肯去 你告诉他 没办法 对不对 在家居士 你说你在家学佛也好 你搞不个皈依啦 拿个皈依证 蛮不错的 到哪个地方 买门票可以免票 他好好好 这样我也去皈依一下子 你吃素吃不了 你吃一天 吃两天吃六天也可以 你念佛修行 你了生死也不错 可是他老细父 他那个家眷 念他那个儿子 一天想了这个事情 他要修解脱道是很难的 他正在花几出离心 那叫生没出家 心出家也能够处理 所以说佛方便而已 告诉他这样 那究竟不在哪里 所以说求平安啊 求发财啊 那都不是佛的本意 所以说中国佛教传的中国 就是佛教传中国来 变成中国佛教 把佛教变成这样子 求平安啊 求一个发财了 你这佛里面不要给你发财 佛为发财是功德之财 有形的一切财物 发成无形的财 功德财 那财是圆满 那是佛的本意啊 所以三宝招行者 三宝有四种 这我们这些干要讲了 一提离一提 就理而论 画像一种即佛式 就是佛在世 就是佛在世 就是画像 柱子一种通辈三十 过去佛在世的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他都有他的功用 就是三十 功由戒利 印载不绝 都是因为有戒 三宝才成立的嘛 所以有人提出来 把戒汇除了 汇除了你三宝就没有 生宝没有 佛法赖生而逢 你生会了 那就没有了嘛 所以说这样才是 这个印载之力啊 不绝 故路周延 就传一样印载 何以兰也 有佛法二宝 必价身宏 身宝所存 非戒不利啊 你们有戒 你怎么成和善啊 你生不能利啊 如标中里面讲说 顺者三宝住持 为者忽灭正法 顺就是顺这样这个戒法 所以你就顺戒法 三宝能够住在世间 你唯一戒的话 没有戒 戒灭了 正法也就灭了 我没有生了嘛 形象没有了嘛 又如法言经里面叫 既族受持 威仪教法 能令三宝不断 这在标中显德篇里面 还会提到的 既族受持 威仪教法 那就是随持戒了 这样能够三宝不断 延续下去 有三宝住持 佛法兴盛 于如后淫 以其他的后面还会淫 或可超越凡流入三宝位 或可超越凡流入三宝位 就是像讲戒的功德了 必须受戒 以和周易 必须受遗戒法 那么这样才符合周的意思 应在三宝不断吗 以有戒法存在 文通此事 前解为正 文通此事 就是前面所解 就是说 于应者以三宝不解 为正义 下面说 十 下面那个超文 有一个十三宝的招牌 一个十字 就是信 十是是的意思 真实 是如此 而已 好 我们要么就先到这里 正好是一段 正好是一段 先三宝子 就是祝词之圣 差不多时间到了 祝我 祝我 祝是一宝 坏 人家奉行 安逸坏 大众 都得祈祈坏 众神 彼虎 安乐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